一个被通气追捕的罪犯 从来没有片刻宁静 他时时刻刻保持警戒 急切的策划成千上万个谋略 来逃避等待在前的处罚 你不会看到他为未来居住的房舍 构思规划 当死亡的威胁随时都会降临的时候 你如何能够高枕无忧 从现在开始 修持佛法必当是你唯一的依靠 除了佛法 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把死亡化为顺缘 早晨迷人的花朵 到了夜幕 低垂时就会雕尾 听闻的人们啊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肉体之上 缤纷多彩的花朵 在夏日微风中耀溢 但经过冬天的暴风雪 或一阵冰雹之后 这些花朵还会存在吗 在秋天 在秋天 让我们少去烦恼身体的外貌 多多把心思放在如何不要浪费生命 让我们修持佛法 我们越是静静地修持佛法 就越感到心满意足 即使他们活着的时候 有如天之交植 死时却比恶魔还可怕 听闻的人们啊 你们已被这个虚幻的身体愚弄 现在 你或许以你的身体为傲 珍爱你的身体 并悉心照料 你的亲友都面露微笑 充满深情地执着你的手 温柔地对你说话 然而 当你死亡之后 一切都将变得非常不同 你亲爱的家人 将急着把你的尸体 送出家门 谁会想要在家里 放着一具尸体 如果你在西藏 你的身体将被绳索捆绑 放进一纸出布袋中 送到墓地 被人分割之解 被兔鹰撕咬成碎片 你应该如何善用身体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善用身体 一个向人借用工具的工匠 会趁工具还在身边时 物尽其用 事实上 事实上 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也是向死神战时借来的 在死神收回之前 你只能短暂拥有 趁你还能使用这个身体之前 你有没有好好善用它 来修持佛法 前来世纪的人们 完成交易之后就会消散 听闻的人们 无疑地 你的朋友也将离你而去 人群聚集的宴会 通常是一个喜悦的场合 人们在许多朋友的陪伴下欢笑 跳舞 谈话 品尝美食佳肴 但是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很快的 每一个参加宴席的人都会消散 一个熄来攘往的市场 一旦到了傍晚 就渺无人机 一个家庭团聚的时候 家庭成员或许都感到快乐 但所有的家庭成员 必定都会一个接一个的 独自不如死亡的门槛 这个由魔术变化出来的稻草人 注定会破败不堪 听闻的人们 此刻即按因果法则来行事 农人在田地树立 用来下退鸟枝和野生动物的稻草人 或许只能维持一个季节 风雨很快就会把稻草人 摧食损毁 同样的 因为各种因缘聚合 而短暂连结的身体和心事 迟早都会崩解 当身体和心事 到达最后的崩解阶段时 他们会受到疾病和衰老的折磨和毁坏 到了那个时候 无论你如何真切的悔恨 没有及早开始修行 你已没有闲暇 也没有力气来修持佛法 正是此刻 正是当下 当你具足所有顺缘的时候 应该用全副的心力来修行 小伴不是在世纪那一天 冒足权力来展受祸瓶吗 光是计划去研习佛法 既不会为你带来知识 也不会使你获得智慧 如果你持续把闻 思修佛法的时间延后 那么当你的体力和智力衰退时 你将无法进行任何闻思修 能够引导你的上师将离开人世 你将错失修持佛法的良机 我们大多数人 常常追随过去所造恶业 带来的负面习气 而引导一个人 亲近佛法的正面习气 是少数人全心从事善行 所获得的殊荣 一旦修持佛法的顺缘出现了 我们应该像正值收割期的农夫 一样努力精进 他们从黎明一直工作到黄昏 直到任何延迟 都会造成收成作物的损失 人们费尽心力去完成世俗的目标 如一句谚语所说 他们头戴新帽 脚踏双鞋 他们深夜仍然在外奔波 灵明又再度动身 你难道不应该把谦卑精力 用于追求正物 这个最重要的目标之上 这个最重要的目标之上 大家阿弥陀佛 海涛要在这边 从内心里面由衷的感恩 所有护持生命电视台 中华护生协会 为什么 因为护生协会在世界各地 不断地在抢救各种的有情生命 牛也好 鱼也好 螃蟹也好 不分国家 不分地区 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有的生命都是未来的佛 所有的生命都是佛陀的独生子 所以愿各位发愿 生生时世不间断地保护 救护各类的生命 这就是生命电视台 保护生命的宗旨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民中华护生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不断弘扬佛法 就会有那么一天 不在乎需要多少年 无畏惧路途多遥远 只要佛法伤在人间 世界有一天会改变 再来 譬如能够让大家参与 共度盛会的日子 能共襄盛举 多么好啊 但是为何每次联合放生 都不显着在假日呢 让大家均有机会好吗 这样是否为不究竟 这不叫不究竟 对我们来讲 每天都是礼拜天 那有时候 因为跑来跑去吧 跑来跑去 有些地方 就不能礼拜天办 因为地方太小 对不对 那不是礼拜天就好了 那有些地方 就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随缘吧 重点我要问你 那既然办放生 功德那么大 管他没有放假 你请假就好了 那不是很究竟吗 但是话又讲回来 你请不了假怎么办 随喜功德 随喜啊 在上班想 哦他们正在放生 哦正在超度 哄啊哄 那就一样得到功德吧 所以 如果按照农民力 有些时间还可以做 有些时间不能做 如果按照仗力 哇那 那更严格了 所以我在这一点 有时候我都不敢看 因为天天都是佛日 我师父讲了 如果你发菩提心 还好就会超越一切 如果还没有发菩提心 那相对法 你要很注意 这重点在你自己的心态 如果你是真实 空性的 菩提心的 天天都是好日子 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 到那个阶段 譬如说结婚 结婚你就要看日子了 那是不就近的 它又相对的 那如果你要去念佛 祝念 那还要看日子吗 因为那是究竟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你做什么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